問題是我們實聯制還是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個 這個社交距離的APP 到一個程度 我們大概也會來取消實聯制 不過目前並沒有這樣的一個宣布 那至於就是說有關於在大家講說賣什麼 賣 那個 小黃卡等等的 那刑事局也已經是 展開了調查 那也 有鎖定了相關的嫌犯 那馬上會進行相關的 約談 那再次強調這是違法的事情 請大家不要 就是以身設法 那這個不做實聯制的 這個是會開法的嗎 還是沒有 我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我想地方 衛生局 他們要去看這個事情 好 中市 或者是我們現在並沒有取消 從大概兩個禮拜 以前就已經宣布 就是PCR跟快篩交互有效的來使用 那未來大概很多都是在自我檢查 用手 用那個快篩 那PCR未來會走向要快篩陽性的才能夠 來 來做PCR 然後PCR是我們的一個診斷跟 確診的工具 因為下面它牽涉到有一些可能需要隔離 或隔離聚療 或者居家照護 等等都有一些法定的程序 所以在確診 直接用快篩來代替 來代替確診 那可能在偽陽性的 它上面的人身自由會受到一些的拘束 那我們還是要用PCR來確診 那這樣子可能偽陽性能相對是會比較低 那對於人身自由也比較有保障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啊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l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